大家好,我是占星师左右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好玩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十二星座的男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表现 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种尴尬的这种情境 就当你谈恋爱的时候 然后你不确定对方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对方到底喜不喜欢我 对方在乎我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做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 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疑惑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整理了一下十二星座的特征 然后来看一下,了解一下 每个男生到底喜欢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先来说白羊座 白羊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是很明显的 很直接你就会看得出来他喜欢你的 因为白羊座是火象星座 而且在黄道十二宫上排在第一宫 所以这种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用那种非常直接了当 非常着急的那种方式跟你表白 哎呀妹子 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就很喜欢你了 你跟哥回家好不好 白羊座的人很简单吧 看得出来 那么金牛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能把你给及时 因为金牛座它是土象星座 土象三边一种听过吧 土象三边就很闷的那种吧 再加上金牛座本身就很慢热 所以他喜欢你的时候 他会用那种慢慢悠悠 慢慢悠悠的方式来勾搭你 哎呀每天早上给你发一个信息 吃了吗 晚上给你发个信息 睡了吗 然后呢就没有其他台词了 所以说你跟金牛座谈恋 你一定要很有耐心才行的啊 那么双子座喜欢一个人的话呢 他会比较有意思 比较有情趣比较轻松 因为双子座本身它是风向星座 他很灵活很聪明 他很懂得去取悦别人 什么叫取悦别人 就是他知道你想听什么 双子座他会每天跟你聊天 各种话题 然后说哎呀你今天发型真好看 你今天妆化的真好 不浓不淡刚刚好 真像我心目中的女神呢 然后再给你发三个清晰的表情 所以你一不小心就被双子座撩了 双子座撩人是很厉害的 那么巨蟹座喜欢一个人的话呢 会有什么表现呢 其实还是很暖的 因为巨蟹男呢 本身就很细腻 他很懂得关心人照顾人 所以你跟巨蟹男在一起的话 他会给你一种 这种很好很暖的那种感受 比如说我们吃饭吧 巨蟹男喜欢你的时候吧 他会 他会知道你想吃什么 记住你想吃什么 然后主动去点你想吃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 哎你是不是喜欢吃羊腰的是不是 来十串先 不够的话再来两串羊鞭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不可能吃羊鞭 这么吃的话完蛋了 就是巨蟹男 他会记住你很多细节 生活方式 然后的话呢 他会 你比如说给你矿泉水的时候 巨蟹男他会主动的把那个瓶盖拧开 再给你 你平常吃什么东西 他会替你打开 他会发你指甲什么 不方便 他会在你冷了热了的时候 都记得清楚 所以说你看巨蟹男 当然巨蟹男也很 渣男也很多 但我们今天不谈渣男了 总之巨蟹男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会很细腻 很温暖 那么巨蟹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有意思 巨蟹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给你那种轰炸式的对你好 他会千方百计的来讨好你 来宠你 因为绝大部分的巨蟹男呢 他们都是那种热情 慷慨 很好面子的人 他会觉得说 我喜欢的女人 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看到 我这个好 所以巨蟹男 他会给你在你身上砸钱 无论什么生日 节日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巨蟹日等等 他会给你买各种各样的礼物 给你制造各种浪漫惊喜 直到你宠晕了 失去理智了以后 巨蟹男就得逞了 那巨蟹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也蛮有意思的 巨蟹座喜欢一个人 他会 他会给你无微不至的照顾 哦 天哪 真的受不了的 因为巨蟹座 他本身是那种追求完美 在乎细节的人 无论在生活上 还是在工作上 都会替你操心 你做很多很多事 比如说你生活中 可能你那个什么化妆品 什么书没有了 牙膏书没有了 你家里面什么吃完了 等等 工作上他会觉得说 那个业绩完成没有 我要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等等 他会你操心 会让你有种感觉 会让你觉得说 我就像一个 他们办了年卡的VIP 贵婢一样 吃到那种 贵婢式的那种服务和享受 挺过瘾吧 但是我跟你讲 你也不要太高兴了 太早 因为这个未必 未必一定很长久 这个要看人的 不是所有的巨蟹男 都是一样的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某暖男大叔 叫什么什么波的 他就处女座 谈恋爱吗 坐牢的那种 开了一小的 就是处女座 然后下一个是天平座 天平座喜欢一个人 讲真话 他不会有太明显的表现 因为天平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被动的星座 而且他也那种性格 比较犹豫不决 拖拉 繁黄 等等 就是他不善于主动的那种 但是天平 虽然不主动表白 但是他会主动陪着你 什么意思呢 无论你想 想做什么事情 吓你一跳的呗 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 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是想去哪里吃 去哪里玩 你是什么健身 跑步什么 他都会参与 参与你的生活中 跟你参与你一起 陪着你做很多很多事情 当你发现一个天平男 愿意跟着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干什么他就陪着你 你就知道 他肯定是喜欢你的 那么天蝎座 喜欢一个人 这个要命了 天蝎喜欢一个人的话 真的可以说是权力的游戏 冰与火之歌 我经常形容天蝎 我说天蝎他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 他徘徊在圣人与罪人之间 他喜欢一个人的话 真的你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倒霉 因为天蝎的那个 爱恨 爱虐 那个欲望太强了 就是他总是会跟你玩忽冷忽热 热的时候是相当热的 零丧一百多度两百多度 他就想你会感觉他把你融化的那种感觉 要吃了你那种感觉 天蝎座热的时候炙热 你知道吗 就是火山岩浆的一种炙热 他一天给你打八个电话 每次打电话三个小时 我的你这一天也不用干什么事了 对不对 但是冷的时候也相当冷 冷的时候天蝎座它会故意的跟你隔开距离 故意的不理你 让你感觉很冰冷 让你感觉自己好像发了什么臭一样的 然后他会故意的不怎么回你信息 有一搭没一搭的 哦是吗 哈哈呵呵 嗯晚安 好没问题 就会这样的 所以说比天蝎座爱上也是挺够挺要命的 那么射手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的话 这个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射手座很明显 实际很明显 因为火象星座的人呢 他都比较直接 你看射手座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跟你去主动去预约你 约你出来玩啊 然后他会主动去跟你聊各种各样的话题 跟你讲不完的话 哎 问你这个 问你那个 你的理想是什么呀 哎 你平常喜欢去哪里玩啊 平常喜欢吃什么呀 你喜不喜欢宠物 哎 你相信外星人存在吗 但是他会稍稍的避开谈感情话题 然后直到有一天 把你撩的有一点点的热乎的时候 他才会给你表白感情 这些射手座也是挺有意思的 摩羯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表现 因为摩羯座也是土象星座呀 土象三边嘛 我总是把土象三边过来嘴边 再加上摩羯座的性格特征 是那种比较很隐忍 很谨慎 也很传统 而且的话呢 诚服很深 所以摩羯座喜欢一个人 他绝对不会说太高调啊 我怎么怎么样 像四周那样 他不会的 他也不会跟你很浪漫 他会跟你谈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 哎 妹子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呢 你看哥怎么样 那当然这个不会的 他会跟你说一些 你工作累不累啊等等 就是摩羯座他会用这种 不温不火的方式 然后跟你呢 很长久 他跟你打持久战 所以你发现一个摩羯男 跟你天天这样的话 持久战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是喜欢你 他想泡你 那么水瓶座喜欢一个人呢 其实有两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的话呢 就是没有任何表现 这好像没说什么 那就剩一种表现了 对吧 水瓶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的话 就是说他在 面对你的时候 或者在你面前的时候 他会 他像个神经病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是骂你啊 绝对没有骂人的意思 因为水瓶座 他性格比较冷漠 很疏离 很与众不同 很特立独行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正常人身上所 那种人性的特征啊 那种常见的特征的话 在水瓶座身上比较少 尤其是当他 遇到喜欢人的时候啊 他就会更容易抓狂 就更容易 极度的展现出了那种特征 就是神经病的特征 所以 如果你发现一个水瓶座的人 哇 在你面前 就跟神经病一样的 你就知道他喜欢你 恭喜你 要被神经病爱上了 那么最后一个星座 双鱼座 双鱼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的话 就跟你暧昧 一直暧昧 一天到晚的暧昧 其实严格来讲啊 双鱼座 只要是他对有好感的人 他都会表现出暧昧 这种表现 而双鱼座又很容易 对别人产生好感 这句话听懂了没有 所以双鱼座的话 他就很经常会 你会发现他跟很多人暧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会不确定 他到底喜欢我 他喜欢我 他跟那个人也那样的话呢 怎么判断 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呢 他跟他都暧昧呀 很简单 你只能通过 他跟你暧昧的吃素是不是多 如果他跟你暧昧是最多的 最喜欢跟你暧昧的 一天到晚的话 那种的话 就说明他喜欢上你了 这是十二星座 男生喜欢一个人的表现 下一期我们来介绍 十二星座女生 喜欢一个人的表现 关注公众号 星座一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